宋美玲是快乐大本营的狂热粉丝 张学良喜欢听周杰伦的歌 据说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可爱女人 比尔盖茨至今还活着今年69岁 霍金是18年去世的 去世前最后一条微博是回答王俊凯的问题 鲁勋在创作完最喜欢看米老鼠缓解压力 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 同时他还是毕生克和艾尔维的代言人 甚至还参演过20多部电影 而他饰演的都是他自己 我们总是感觉历史割裂 那是因为中国史和世界史 往往让人感觉是对不上的 而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于 他通过一条彩虹时间线 从400万年前讲起一直讲到2021年 按照时间顺序 平等展示了各个文明的历史事件 无论是政治 军事 经济 科技 艺术 还是社会 包含了从小学到高中 甚至是大学历史书上的各个知识点 1500多件历史事件 1000多幅彩色插画 每张图片都是世界博物馆的珍贵照片 当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时 史前巨手蒙马像还没有灭绝 秦始皇统一天下时 阿基米德提出了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的原理 道光皇帝刚纪委时 法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 在宋朝人戴上眼睛的时候 巴黎圣母园正式开始新建 北京紫禁城刚刚开始新建的时候 也正好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初期 当你翻开这本书时你会发现无数看似风流马不相及的事件 都是发生在等一天的阳光之下 据历史时很相对比是必不可少的 只记住朝代和帝王的名字是无法获得深刻启示的 历史从未如此直观 这本书被称为历史书中的爱码是 由科普天花板DK公司充版 全书共300多页 特打开本同版全彩营刷 硬壳精装 日常价200多 现在通过小房车购买只需100多 适合任何年龄段的读者 是一本全家共读的精品家庭藏书 真的强烈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